中興岡上是我們現在 這個陸野地區最新的景點 它是從46年左右建造在這裡 其實是要負責守衛花東的鐵路經建的 距今已經65年了 40幾年的一個建築物 然後透過建築師的拉皮改裝 變得幻然一新耶 我覺得很棒 特別的地理環境就是 這裡是中央山脈跟海岸山脈 你都可以看得到一前一後 而且這裡也是歐亞板塊跟 菲律賓板塊的交接處 在這裡可以享受這個自然風 然後喝飲料 那還可以到這個樓上 然後拿出你的手機相機拍鐵路 那當然如果你住在陸迷的話 是最方便了 因為你從陸迷呢 就直接飯店有免費的腳踏車 然後你就可以從這個飯店 這個稻河自行車道騎下來 非常地順暢地滑下來 然後這個末端就是中興鋼燒 這個村莊是一個阿美族的村莊 很多的客人來這邊都會買一些 在地的阿美族的一些手工藝品 竹邊啊 葉邊啊 然後還有一些手工製的圍巾啊 還有一些木頭做的小工藝品啊 都滿棒的 有沒有感受到 在這裡是可以充電的 感受這個中央山脈跟 海岸山脈還有歐亞板塊 跟菲律賓板塊的能量 就會覺得能量滿滿 非常非常的特別 成為了有些隍葉 成為你